黑皮說故事 帶你認識每個角落的故事 身為台灣人的我們 似乎都已經對我們所生活的這塊台灣島 有多多少少的了解 那你可曾關注 人在180多公里外的馬祖嗎 究竟為什麼管轄馬祖列島的是連江縣 而不是媽祖縣 又為什麼在海峽兩岸都各有一個連江縣呢 現在先讓我們把時間軸拉到國共內戰末期 當時並敗陸山島的國民黨實力逃到台灣 最後僅在中國大陸沿岸 掌控數個大大小小的島嶼 在1949年8月 原本在福州市的福建省政府 也隨著國軍遷駐金門縣 協防軍也禮要一步步拿下金門馬祖 甚至是台灣的目標越來越接近 因此國民政府開始在金門馬祖這些島嶼 實行軍管制度 首先1950年3月 在金門成立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 同時尖峽福建以南 當時還由中華民國政府控制的島嶼 接續同年12月15日 又成立馬祖行政公署 下峽南甘、北甘、白肯、東勇、西洋、福音、四雙、戴山等8個區公所 至於內陸區均已喪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手中 1950年6月 韓戰爆發 原先籠罩在戰爭底下的馬祖才得到暫時喘息的機會 在1951年7月 中華民國國軍為了維護馬祖南甘、北甘 與東勇之間的航道安全 而派遣反共救國海上特種突擊隊 悄悄摸黑上岸 最終順利在交通要衝的浪島上 梳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這是唯一解放軍失守 並由國軍取回的土地 之後在1952年 國軍陸續撤守北方四區 西洋、福音、四雙、戴山 也在同年7月相繼淪陷 這時馬祖行政公署 只剩南甘、北甘、百肯、東勇四區 1953年 國軍棄手浪倒 而後在同年8月15日 馬祖行政公署改制為明東北行署 並先在南甘、百肯 分別恢復了連江縣與長樂縣的限制 1954年3月 又在東勇恢復了羅元縣政府 形成兩岸分別同時有 福建省連江縣、長樂縣、羅元縣的狀態 然而1955年1月19日 解放軍成功攻佔一江山島 從此失去一江山島屏障的中華民國國軍 因此在戰略考量下 決定不再分散兵力 駐守浙江沿海島嶼 轉而主力防守金門馬祖 國軍也在美軍的協助下 撤離大城島的全數軍民 解放軍隨後也進駐大城島 從此金門馬祖變成了反共的第一戰線 馬祖為了實施戰地政務 在1956年7月撤銷了長樂、羅元兩縣政府 並將擁有的轄區秉入連江縣政府中 白肯鎮、東肯鄉、東永鄉 也因此改名為西犬鄉、東犬鄉、東隱鄉 這也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 下轄連江縣政府 中華民國福建省也下轄連江縣政府的狀態 直至今日 在1960年西犬鄉和東犬鄉 合併為白犬鄉 奠定連江縣享有四鄉的模式 在1965年 國軍實施北極演習後 再次進入浪島 正式大陸國土範圍中 並在1966年獎金國視察後 更名為亮島 期望以島立天中 亮照大陸之名 來照亮中國大陸 自此連江縣轄區所有領土完全底定 總共由36座島嶼組成 這36座島嶼統稱為馬祖列島 比較大的島嶼 包括南邊的西泉、東泉 與北邊的南竿、北竿、高登、亮島、東影等島嶼 由於連江縣原屬的絕大多數領土 都已經淪陷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手中 而中華民國下轄的連江縣領土 是由馬祖列島構成 因此大多會以馬祖 來稱呼中華民國所管轄的連江縣 用來跟大陸連江做區隔 也許在1971年 把白犬鄉更名為橘光鄉 一直無望再舉 從此連江縣下轄四鄉的鎮區也正式成形 然而兩岸都有連江縣的情況 因為冷戰期間嚴禁往來 因此並未造成困擾 然而台蓬在1987年解嚴後 因考量金門馬祖的軍事威脅仍然存在 所以仍然持續兩地的戒嚴令 此舉因此引發在台灣的金門馬祖人向前抗爭 然而這些人卻在抗爭後被軍方列為黑名單 因當時進出馬祖需要出入陣 這些人被記住黑名單後也就不能返鄉 而後1991年 政府宣布廢除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 才意味著金門馬祖戒嚴令失效 然而國防部又宣告對金門馬祖進行二次戒嚴 讓金門馬祖決議發起更強烈的抗爭 1992年11月 政府終於宣布金門馬祖解除戒嚴 自此馬祖得以放下戰地政務的重責大任 1994年馬祖開放觀光後 才讓台灣人得以登上這塊土地 一覽戰地風貌 2001年隨著小三通的開啟 馬祖居民與中國大陸的交流也越來越密切 然而馬祖居民在大陸致產填寫連江縣住址時 經常被誤以為是大陸的連江縣 更曾經發生信件原本要送到馬祖連江縣 卻誤送到大陸連江縣的烏龍案件 因此連江縣應該更名為馬祖縣的議題 在這20年來不斷成為議論的焦點 相信大家看到這裡都能詳細了解 今天一開頭所存在的疑問了 也歡迎大家對於連江縣是否改名馬祖縣 發表你的想法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一個喜歡加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身旁所有的朋友們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